进行预防犯罪宣导 警察局少年队宣导学生 最常见的诈骗手法 透过有奖侦达和台下学生互动热络 国际私职会300A5区第14分区主席 结合了凤凰、光华、志强、西医私职会 和警察局少年队前往基隆商工 进行预防犯罪宣导 主要的目的就是说 希望学生认识诈骗的手法非常多 希望他们不要不小心误入歧途 攀了一些的小力而去当车手 还有说加强他们对反毒的意识 还有就是说你说如果在学校 万一被霸凌的时候 勇敢地站出来 那我们今天提供了很多奖品 我们总共有13部贾拉车 还有现金1万块 还有80份的礼品 这几年国内有学生在暑假打工 被诈骗集团利用成为了车手 警察局提醒学生要注意打工形态 不要听从来路不明的讯息 或是不要参加陌生群组 或是投资的那些网站等等 反霸凌的话呢 我觉得如果遇到这种事情的话 要马上告诉师长 然后回家后可以拨打反霸凌专线 或是可以找一下你相信的朋友散散心之类的 霸凌或是你看到别人被霸凌的话 可以就是告知家长或是老师 然后可以打反霸凌专线1953 然后也绝对不要在旁边围观 也不要诈骗 因为每一个人的努力都是不容易的 所以诈骗真的很缺德 少年学生本身的社会经验比较不足 那法式观念也可能比较偏差 那藉由社群媒体的传播 以及同才的吸引 那诈骗集团常常利用高薪来诱惑我们少年学生 就很容易就成为被吸收为少年车手 所以这部分我们要特别提醒我们少年学生 千万不要因为高薪而被受利用 除了宣导反诈骗 防治校园霸凌反毒 也是预防犯罪宣导重点 议长同志委副议长杨秀玉亲自到场 向学生分享购物经验 提醒学生避免招骗 这个在下单之前 一定要务必非常谨慎 确认卖方的相关资讯 最后再按下去 不然会有很多种模式 我自己就收过LINE的简讯说 我刚刚买了什么东西 我还特别就回到那个 某个购物平台上面去看说 奇怪 而且这有时候很巧 因为譬如说我刚刚买了法辣 他跟我说你买了什么东西 我还真的会以为我刚刚那个是 那个是法辣的简讯 其实不是 所以要务必要再三的确认 我想现在那个 反诈骗专线165 也非常的方便 所以可以直接来询问 或是跟卖方也直接取得联系 我想会是最安全的一个状态 那也希望学生在高中时期呢 能够遵守这些法律的规定 那这次也特别感谢三分局的警察 还有我们师子会贡献了很多的 赞助了很多的奖品 那也希望同学能够认真听讲 然后踊跃地来为自己获得这个礼品 最重要是要受到我们这个 反诈骗反毒反霸凌的这个宣导 师子会结合警察局前进校园宣导 有奖增达 奖品丰富 希望学生提高警觉 免于被害或误入罚网 记者黄少鸣金融报道